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算是有这个先知预测 其实是当时我在看《鸡马甲》 我认识焦焦 因为以前我们同在一个电台 认识焦焦很早 认识Ella刚出道没有多久的时候就认得他们 看着他们 一路长大 然后就看着焦焦的发片一路改变 接着我就看到《鸡马甲》里头的黄子焦 我就立刻说我要采访这两个人 因为我知道黄子焦这么多年 他可以历练到这样一个主持功力 绝非偶然 那我在鸡马甲里头 我本来以为上次我访问的蔡康勇已经是空前绝后 结果发现戴了法片的你 似乎有一点打败了他 对不对 说打败了他不好听嘛 要说戴了法片的你打败了他 这样比较好听嘛 对不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回味一下当时让我惊艳的鸡马奖里头 黄子焦和Ella的大档演出 当然第二天所有的网络里头就大骂Ella 当然我要访问他 大家晚安 OK 我是黄子焦 因为他完全不 care 我是Ella 陈嘉华啊 刚刚我们又一段表演 为大家诠释了今年鸡马入围的大赢家 是 包括了八项的白日焰火 军中乐园 还有扫毒 嗯 嗯什么嗯 我还没出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漏表演的扫毒 我有在表演 有吗 有 我从头到尾一直都在表演电影里面 张家辉的老婆 Mina那个角色 Mina 就是那个变性人啊 Sawadika Kabranka 有没有你穿神 变性人这种角色非他莫属了 是是是 他以前是男艺人你们知道吗 应该没印象吧 这段表演我们要谢谢坐在台下等着入围的 王熙文老师为我们做的音乐编排 嗯 还有所有的舞蹈老师们谢谢你们 今年是金马舞衣 衣呢就是一个重新的开始 也让我联想到在今天这个盛会 有许多的第一次正在发生 是的 譬如我们二位是第一次主持金马奖 是 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对嘛 教哥 第一排是把衣服穿上比较好 我知道啊 你以为我愿意扮老兵啊 那位先生这次不演皇上你怪我啊 这个造型呢 我也创下了一个第一次 什么第一次 史上第一次有男主持人只敢穿红短裤就上台的 哇 只有我了吧 好牺牲的 你赢了 好啦 说到你这个红短裤呢 我会想到陈建兵的第一次 他第一次自编自导自演 一个稍子就入围了最佳编剧 最佳新导演以及最佳男主角 怎么样 这个第一次够 陈建兵啊 把这个陈毅寒万倩送进了入围名单啊 是啊是啊 真伟大 伟大 伟大 那么提到了豆岛 我又想到了吴中天 啊 为什么 对啊打篮球 还好吧 我隔天打开报纸一看 我就想说心疼啊 吴中天 你这脚 你这脚 你这脚怎么扭成折啊 你也要来 该我联想了 说到狼姐呢 我想到音效大师杜杜之 哇大师不得了 两岸三地的许多电影的都要靠杜大师 但是狼祖云跟杜杜之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同一天生日 是吗 同一天生日你都知道 你看这A啦 看资料是不是看得特别仔细啊 一定要的啊 但是你走偏了 走偏了 我们不知道说跟电影有关系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想到狼祖云呢 我会联想到的是 勇赖正名 哦为什么呢 我老公也在 你老公 你还在吗 对啊 马刚 因为老公等一下要在我下班 哦 废话 载你回家 是啊 第二个感触是 在搬男主角之前 我想到了很多回忆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 看了这么多一件金马奖 这一段最佳男主角奖 曾经有一个经典场面 就是志玲姐姐去给所有入围者呢 爱的抱抱 哦 爱爱爱爱爱 哦 爱的抱抱 原唱者在那儿 哦 抱歉 你别动了 你穿这件衣服 这整只叫做 你干什么比啊你 我告诉你 爱的抱抱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温暖的 对啊 因为每个入围者 都特别特别紧张 想要给他们一个鼓励 对 那你还在这干嘛 我 对啊 我可以想要女神级的待遇 你在歌坛也是女神级的 你为什么要望自菲薄呢 还撩着裙子就去 你真的要去啊 我就去了 你说可以的嘛 那就先从那个 刚刚得了两个奖的健兵 好 健兵哥我来了 健兵哥 各位现场的电影人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我是黄子焦 我是Ella 陈佳化 刚刚我们又一段表演 好 我们非常感谢 金马奖跟台式公司 完全无偿提供我们 中天庆年论坛 这不容易啊 电视台要跨电视台 要无偿使用 非常感谢他们 提供我们这个画面 这场呢 红了黄子焦 黄子焦从此又越来越红 但黑了 黑了我黑透了 黑透了 哇塞 哇塞 你就这个表情 你那天听说你后来 人家把你骂死了 真的假的 骂惨了 而且是史上最烂的哦 算还蛮不错的 我可以成为史上之最 不容易 史上最烂主持 他真的很可爱 因为其实我一直很提醒他 一定要做好各种心理准备 从我们接下这个金马奖的时候 我告诉他 你真的不要想太多 但是真的看到什么的时候 也不要继续往下想 因为每个人观感不同 后来他反过来说 不会啊 我这叫心想事成 对 因为我本来就觉得因为骂翻 就真的被骂翻 我就心想事成了 真的 他好乐观 他非常会安慰自己的 我当初接下这份工作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抱着被骂的心情 对 因为毕竟这是 你有被虐待狂 也不是啦 就是因为其实接这份工作 本来会有 本来就是会有一点吃力不讨好 尤其是你看历届以来 我当然因为 因为我也不是像 康永哥那种 那么文青挂那种 那我也知道我的风格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知道我的风格 有人喜欢 但一定有人会讨厌 一定有人会讨厌 可是那天是谁叫你穿那个 开叉的 然后不是很丰满地呈现出来的 那个衣服呢 这是您就变地了吗 原来你文健姐 你在意的是这个部分 对 不是不是 我只是觉得 因为那个样子 然后你的裙子就一撩 好那对我来说 Ella 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角色 为什么我一开始先访问她 而不是访问黄子娇 因为黄子娇绝对没这个胆量 你看她前面 根本没有争议可言 她就穿了一个红短裤 也没人注意 根本不需要争议嘛 为什么 因为她没有刺激到任何的男人 对不对 因为没有男人会因为你的弹胸 你确定吗 露短裤 你确定吗 而因此感觉到受到威胁 这样子 有 谁受到威胁了 不能说受到威胁 你说张正受到威胁了吗 不不不 其实我为了那个小腹 我还真的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每天刷牙的时候 都在那里 缩缩缩缩缩缩缩 而且你尽吃宵夜 对不对 对 我尽吃宵夜 我一度想去她代言的那个健身房 练点肌肉 他们说这实在不可能 但是我后来完成这个任务之后 很多人都发现 其实我这个中年大叔的身材 还OK 那重点部位 我知道有一个人嫉妒你 叫李宗盛 那个现在叫大叔 到处唱歌的那个人 那个大叔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大叔 我指的是童年记的 他跟我童年 譬如说我在典礼上就说 其实我们要超越别的主持人很难 但是这一点 我穿的红掌裤这一点 应该康永哥是不敢的 那会不会下次康永哥听到你这番言论以后 他就跟你拼了 我期待他 他就穿红内骨而已 而且是三角的 对对对 像救生员一样 那就是观众的福气啦 那大家都赚到了 正面的竞争 我觉得康永可能不会接受你的挑战 他可能不会理我们 而且会忽略这一件事情 而且你想想看他穿了红色的短裤 上面又放了一只鸟 这不是很暧昧吗 OK我今天被你们两个人影响得太严重了 怎么你也综艺了起来 走片了 我完全毁掉我的 我现在是一周报主持人的角色 OK在人有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嘛 对不对 OK好 我来讲 Ella Ella OK 你就说接下来这个角色吃力不讨好 而且前面都是这些人 你就准备要被骂翻 结果你就果然荣登了史上最烂的主持人 对我好开心哦 欣赏事情 但是我们认识Ella的时候 Ella是个男的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你每天都把Selena跟那个叫Hebby 对对对 就是当成两个人就叫你的老婆嘛 是是是 然后呢 那个时候我访问她 是为了她支持流浪狗的事情 对 强强那张EP 对 然后结果呢 我要搞 因为SHE出道 是已经出道了几年 可是我不太看综艺节目 但是我就注意到Ella这个人 因为我觉得她太突出了 那一个女的在那边 哎呀 我的老婆 你不是一直很特别吗 对不对 特别man 女扮男装 这个从以前 女扮男装 从以前 没有你女扮女装 但是感觉上像男 其实我现在是男扮女装了 OK I'm sorry 那她呢 她哦 她我不知道办什么 OK然后我就跟她问她说 你们那个这个人是谁 我就把Selena跟 Hebe搞错了 结果你怎么回答我 我忘了 但是你记得 对对对她说 Hebe就是那个跟周杰伦 有绯闻的叫Hebe Selena就是跟周杰伦 没有绯闻的那个叫Selena 我应该是在私底下这样跟你讲 应该不是在节目上这样讲吧 你是在节目上 天啊 我是这种人 出版姐妹的人 OK 但是我想今天我特别把 要访问他们两个人 其实我想告诉各位 其实每一个人 为什么Ella一出道就 大受欢迎 SHE呢 其实Ella是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因为她转换了性别 就是我们在旁边看 旁边受欢迎 真的不是因为性别啦 是因为自然 NO 自然的性别 所以她想要演男的 就是在女子团体史上里面 没有一个像她这样子 这么中性而自然的 你看像李雨春会大红一样的道理 李雨春 对 但是她在李雨春之前 我知道 我先犯男的 我先犯男的 对 可是你后来转变成女的 你怎么回事 你不喜欢她变成女人样是吧 我不是 我比较喜欢以前她的男生 我们公投一下 哈 公投 喜欢 Ella以前像个男生样子的人 请举手 还好嘛 还好 还好 没有过半 等一下 举手高一点 好 那喜欢她的女孩模样的 请举手 比较多 而且很多都是男的 所以我跟你讲 我变性成功 真的是很成功 那喜欢她刚才把裙子撂起来 就去做别人身上的人 请举手 你看嘛 OK的嘛 你们都是走走路线 觉得她是史上最烂主持的人 请举手 有 有一个 有人举了 有人举了 谢谢你那么诚实 谢谢 还给我躲起来 她为什么敢举手 为什么 因为她做最后一排 她随时可以走 哈哈哈哈 你做第一排的 她敢举手吗 也有道理 我们就像一直看着她到十九点 也是有道理